大家好,我是胖姐 受一个朋友的邀请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种视频是怎么制作的 这是抖音上的一个朋友的视频 我先给大家播放一下 大家看,它这个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一个视频加文案 然后别人可以选择合拍 然后来朗读它这个文案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好的,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它这个视频呢 背景是一幅画 我们可以认为成是一幅画 就是一个风景的一个图片 然后中间呢有文案在滑动 下面我们就开始制作啊 首先我们先要制作文案 我们点击开始创作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素材库 素材库里头大家注意 第二个是黑白厂 今天有朋友说看不到黑白厂 这个第二个就是啊 最左边是收藏 第二个是黑白厂 我们选择第三个 这个叫透明厂 我们把它放进来添加一下 添加一下进来之后呢 我们稍微的把时长给它拉长一点 大概我们的视频有多长 我们就拉长一点 然后呢 我们在下边这返回 下边工具栏这里呢 我们找到一个比例 我们把它调成9比16 我们要调成竖屏啊 不见得我们非是要在抖音上发 但是我们为了方便操作 我们要调成竖屏 然后我们返回 返回之后呢 在这里选择背景 选择第一个画布颜色 我们要去找一下 跟它这个类似的颜色啊 它这个好像是一个发黄 还发土一点的这个颜色 对吧 好的 下面呢 颜色放好了 然后我们在下边选择文字功能 选择新建文本 把我们想要录制的诗词啊 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这个文章呀 放进来啊 粘贴进来 我已经弄好了 你可以选择就是 哪怕你可以选择一个字一个字 往里打呢 就是你先把它放进来 然后把它调整一下啊 好 我放 我放了一首诗啊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这一首诗啊 我们要把它这个调整成 这么一行一行的 把下面的文本呢 也给它适当的拉长一点 拉到十几秒的时候吧 嗯 然后 我们先要 现在要去调整字体了 我们选中文字之后 选择下面的样式 然后选择一个颜色 黑色的字 就很普通的字就可以啊 然后字体这里呢 我们可以往后边滑动 选择自己 喜欢的某一个字体 就可以啊 然后它这个好像是 中锈体吗 是中锈体吗 好的 然后在下边呢 选择这个字的排列 把这个字间距稍微的 拉大一点点 然后往下边 主要是行间距 给它拉出一点点来 好的 打对钩就可以了 然后字弄好了之后呢 在字的一开始的位置 我们打一个关键针 稍微把它划下来 让它在视频的这个区域里边 露出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在视频结尾处呢 大概我们做一个 十秒钟的视频吧 在视频的结尾处呢 我们把这个字往上滑动 让这个文案全部露出来 就可以了 好的 这样很小的一个视频 大家看啊 已经做好了 我们就导出备用 好的 我们做好了这个 竖屏的这个文案之后呢 我们点击开始创作 把我们11秒的这个视频 放进来 然后点击一下添加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 在下面再选择一下比例 把它导成横平的 16比9的横平 然后我们拿手指 选中视频 对它进行一下放大的功能 然后把它滑到 视频一开始的这个位置啊 拿手给它滑到这里来 好的 不用选关键了 好的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横平的这个视频了啊 然后我们再导出一次 好的 然后点击完成 下面下一步 再一步的点击 开始创作 然后去找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照片去 它的照片好像就是一个 楼房的一个图 对吧 下边是楼 后边是一个那个什么 我们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 就是跟它一模一样的 只要选择我们看着舒服的某一张照片就可以啊 好的 我选择这一张吧 跟它的 咱们还是要类似啊 因为那个我 因为我在跟大家讲解这个 然后把照片 如果你的是横平的 你就 跟我 像我一样 选择一下比例 选择9比16 然后拿手指给它扩大一点点 好的 这样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竖屏的照片 然后我们把这个照片适当的拉长 刚才那个做的是10秒钟的视频 对吧 稍微的上 让它长一点点啊 然后 在下边的工具栏里头 找到画中画的功能 选择新增画中画 把我们导出的横平的这个视频呢 添加进来 稍微拿手指给它扩大一下 大家看 这样呢 视频就做好了 但是 我们后边选择一下啊 因为它的文案 后边没有像我这个背景似的 这么的清楚 对吧 它的背景是模糊的 主要的是 这个中间的文案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像我这个后边 这一幅图片之后啊 然后在下边找到调解 找到调解 找到调解 我们第一呢 选择它一下对比度 然后 这样 调解总共就这几个功能 我们可以就是说 根据自己 凭自己的感觉啊 我们给它调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调的 稍微暗一点 因为你你太那个明显的话 就突出不了我们中间了 好了 给它调的暗一点 下一步呢 再添加一些文案 把我们这一首诗的名字 写到上面 继续新建文 选择文字 选择新建文本 然后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一下 作者 或者是 苏氏 对吧 是苏氏写的吗 记不住了啊 这个字不好 好 然后 选中这个 比如我写的抬头 从头给它拽到尾啊 拽到尾 然后再返回 再返回 在下边找到音频 选择音乐 我们选择一个纯音乐啊 然后选择使用 这种古代的这种古诗词呢 就配一个轻音乐就可以了啊 配一个 就是或者我们 自己已经做好的 想好的 或者是我们现配一首就行 选择一下 然后音量 给它调的小一点啊 然后我们把音量呢 调的稍微小一点 一般调到二十几就可以了啊 下面看一下 下面看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 基本就制作成功了啊 我们看一下效果 如果你觉得这个 它滚动的快的话啊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设置成十秒钟了 如果我觉得它滚动的快 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这个画中画当中 我们这个文案选了之后 选择下边这个变速功能 选择常规变速 把这个速度给它降下来 它就滚动慢了 我们给它调到0.6 这样呢 时长它就变成了 十几秒了 嗯 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 变速的方法来调整 自己喜欢的这个时长啊 大家看一下效果 它就一个很匀速的一个速度 往上边滚动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好的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